警方在星期三調查尖沙咀七行到南一宗酒店命案期間 揭放另一宗牽涉同志為家案件 懷疑有人向一名內地男子 灌飲不明飲品後進行輪流性侵 事後拘捕一名二十八歲男子 和另一名衝鋒隊男警 案件內情進一步曝光 據了解被捕的二十八歲男子姓歐 英文名叫Kent 曾經在名店任職售科院 現時報稱從事廣告業 消息指歐南近月利用同志聊天室的手機程式Grinder 不斷約炮 當於其後傳出有人透過迷奸水多次性侵炮友 和偷取炮友金錢後投資夭夭 結果約炮王變成戰艦一試 在同志圈中揚開 不少人都提醒圈內同志要多加提防 消息指保守估計受害人數超過十人 但事件牽連廣泛 不少同志都不打算出軌公開身份 所以一直都未有人主動向警方舉報 以至有人逍遙返法外